我的九條命 作者 張蘭 我呀 18 歲那年就認識小飛的爸爸了 他叫汪喜 第一次見面是在北京的一場朋友聚會上 他穿了一件軍大草 顯得特別的精神 言談舉止 也透露著儒雅 讓我一見鍾情 那時候我也很漂亮 所以比較大胆 他很內向 我就主動出擊 認識沒多久 就提出一起去鄉山玩 他坦然的答應了 第一次約會無比興奮 可是有一個現實的問題忽然湧來 沒錢 那怎麼辦呢 剛好啊 姥姥托人從上海給我買了一雙那個時代最流行的花布鞋 燈芯絨面塑膠底 買的時候七塊錢 我就把新鞋拿到姥姥家旁邊的紡織加工廠 那些姑娘小夥子 每天上下班都從我家門口過 也熟悉 這些五塊錢 要嗎 我日見認識的人就問 很快 就賣出去了 拿著這五塊錢我和汪洗上了香山 公交車單乘五分 往返一毛 登完香山下來了 餓了 我請她在一個飯館裡面吃了頓飯 花了四塊五 最後身上還剩四毛錢 兩人歡喜而歸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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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